时中宇宙的两大谜团终于揭晓 我们眼中看到的邪恶 或许也并非事实 铅笔人的杀戮 马桶人的背景故事 这一集的内容的确让人意想不到 当然影片里还隐藏了我相信 所有人都没注意的大量信息 Dome Studio应该已经把整个宇宙的故事剧本都写好了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或许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黑暗 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就来特别解析 时中宇宙第34集part2的所有内容吧 这集解析的信息量非常庞大 有想法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理性讨论 也请大家务必把影片看到最后 顺便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吧 故事回到了很久以前的第六集 被寄生的泰坦监控人打败了泰坦石中人后 由于寄生马桶人的钻头 无法钻入泰坦石中人坚英的外壳 或是就只好让泰坦监控人 把泰坦石中人带回马桶基地 也就在这个时候 磁铁马桶人出现 发现了视角主角 那个时候 我们都以为视角主角被磁铁马桶人打死了 没想到在紧急关头 视角主角竟然被传送到了铅笔人的基地 由此可见 铅笔人是具备了空间传送的技术的 不清楚的是 铅笔人是从未来的时间线 传送到第六集的时间线 还是他们原本就处于第六集的时间线 这一集作者并没有解释 不过 依我来看 铅笔人的确是处于第六集的时间线 毕竟这是在讲述回忆以前的故事 现在的时间线 铅笔人都在前往一号基地的战场上了 还有一个细节 注意看把视角主角传送过来的铅笔 这一把铅笔是相机人在操控的 这里我们也能得出两个信息 第一 相机人看到了泰坦石中人的战斗 而救下了视角主角 第二 相机人拥有铅笔人的能力 这也同时触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相机人要救下视角主角 第二 相机人为什么会有铅笔人的能力 这个我们迟一些再谈 相机人把视角主角拉起来后 视角主角也通过蓝牙 把存档在他摄像头里的视频发到平板上 再把刚才发生的事拿给相机人看 这一幕 就是Dom哥在前几天发的预告图 我们也终于见到了这个神秘的铅笔人 这个铅笔人不是一般的铅笔人 因为他的头像 竟然也出现在了YouTubers房间的布告栏上 而接下来的故事中 可以发现 他在铅笔阵营的地位 似乎就像是十种领袖在十种阵营的地位 所以 我就暂时把他称作铅笔领袖 铅笔领袖和相机人一起观看了视频 就在这时 铅笔人机甲却说话了 当然 这也不是铅笔人第一次露出他的黑暗面 在第28集 他第一次亮相的时候 他也是拒绝了拯救女电装人的行动 铅笔机甲所做的事情 是为了大局着想 也能说 他是为了主任务而被设计出来的 毕竟他只是个机器人 机器人只会根据他所计算出来的数据 来决定他的下一步行动 只要哪一个行动会降低主任务的成功率 他都不可能选择 机甲铅笔人说完话后 铅笔领袖就走到一块空地前面 他使用了铅笔人独特的能力 画出了短角铅笔人 原来 短角铅笔人也不是自然诞生 或是被改造的 而是被画出来的 看到这里 我大概也猜到了 所有的铅笔人 都是铅笔领袖画出来的 包括铅笔人机甲 最好的证明 就是铅笔人身上那杂乱的线条 除了铅笔领袖 其他的铅笔人都有这个特征 这时候 铅笔人机甲突然叫了一声 这一声father 更加确定了铅笔机甲 就是铅笔领袖创造出来的 所以 他才把铅笔领袖当成父亲来看待 随后 铅笔机甲继续说 铅笔机甲说的这句话非常诡异 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找到的 但他非常确定 这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也就代表 他这时候 并没有真正的寻找庇护所的位置 而是突然收到了他们庇护所的位置 可以注意看铅笔机甲说话前 他的头转向了另外一边 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 铅笔机甲说的这句话信息量很大 我们等一下再谈 同时间 传送门已经打开 铅笔领袖对着铅笔人和相机人点头示意 表示他们可以前往执行这项任务 画面来到了山谷内的一座漂亮的小村庄 一个人扛着电视机放到围栏上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 见到人类出现的十种宇宙 博士的照片 就别算了 小孩正在嬉闹着 村庄里的人就像往常一样 正在度过一个普通的晚上 在马桶人与联盟战乱的年代 地球的另一边 竟然还生存着一般人类 这时也能见到 村子外站着一群马桶特工 特工拿着武器 看样子似乎是在保护着一个村庄 不过 有两个村民 却躲在一旁匕首画脚 看样子有点可疑 一个小女孩 静静的看着手上的照片 这时候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从女人的口中可以得知 小女孩的名字叫Bettony 而这一个女人也就是她的妈妈 小女孩告诉妈妈 说她想念爸爸 因为爸爸已经答应她会回来 和她一起庆祝生日 妈妈却说 今天不是Bettony的生日 明天才是 她要Bettony去和其他的小孩子一起玩耍 Bettony也答应了 她看起来非常期待和爸爸见面 妈妈把照片放到桌子上 照片中可以看出 这是Bettony和爸爸的合照 而爸爸也不是别人 正是马桶人的指挥官 七号男子 站在村子外的马桶特工说话了 其中一个和她的同伴说道 马桶阵营应该派遣更多保镖 我们这里的人数不够 她的光头同伴则表示 我们是目前唯一能够说话的马桶人 其他的还不稳定 这群马桶特工 是目前唯一能说话的马桶人 他们这些人 就像后来出现在老婆和博士身边的马桶特工 他们说 其他的马桶人还不稳定 这些马桶人应该就是代表那些没手没脚的马桶人 这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马桶特工和其他的马桶人看起来不一样 而且还会说话 这就回到了上一集 Kleiner所说的进化论 马桶人一开始是处于不会说话 而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不停的进化 才能让他们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但是 又是什么东西触发了马桶人的诞生呢 这一个直到现在也还不清楚 唯一能知道的 就是马桶人是由人类演变而来的 第二十九集 能见到博士还是人类实习的照片 而这一集 也见到了七号男子人类实习的照片 但是 人类变成马桶人 看起来也不像是被强迫 或是他们自愿的 因为马桶特工接下来又说了 他们对这场战争的了解越少越好 毕竟 他们是最后一批幸存的人类了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马桶特工 为什么要重点保护村庄里的人类 却不让他们变成马桶人呢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 人类变成马桶人 并不是被强迫 或是他们自愿的 有可能是某些外来因素 例如病毒或是灾害 让人类产生变异 在变成马桶人后 人类就会失去自我意识 而无差别的攻击马桶人以外的生物 但 这也只是我的假说 毕竟 到现在我们也还不知道 马桶人的出现 是不是博士搞出来的 博士还是人类时期的时候 这张照片是黑白色的 也证明 这张照片是在彩色相机 还没出现前就拍摄了 可能已经有五六十年了 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博士研究出了一个 能让人产生不老的技术 但是 使用了这个技术的副效果 就是会变成马桶人 当然 这项技术也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毕竟 没有人会为了长生不老 而变成只剩下一颗头的马桶 但是 这项技术不知道为什么泄露出来 就像病毒那样在全世界扩散 洛书人也被感染变成了马桶人 马桶人的身体素质比人类还要强好几倍 而且 第一代变弹的马桶人就像丧尸那样 见到人就攻击 为了要对抗这些马桶人 某些人类就将自己改造 然后成立了联盟和马桶人作战 博士当然也把自己当成了实验品 的确是成功了 毕竟过了好几十年 博士的脸一点衰老的痕迹都没有 但是 他们不可能一直都保持这样的形态 所以 Kleiner就发明了进化实验 让这些马桶人把自己进化 再慢慢的变回人类的样子 我相信 Kleiner本身也是进化论的实验者 因为 他和其他的马桶人不同 已经重新长出了身体和双手 虽然如此 联盟却没有打算翻过他们 毕竟 博士才是罪魁祸首 却让联盟里的成员 把自己改造的人不人鬼不鬼 所以 联盟和马桶人的战争 才会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是 这也只是我一小部分的猜测 毕竟 Dome哥也还未完全的把更早前挖的坑填补起来 例如 未来大石中人和YouTubers之间的故事 要是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也请大家理性讨论 突然 传送门打开的声音 吸引了马桶特工的注意 他们看着眼前出现的铅笔人 和巨大的铅笔机架 顿时吓得不知所措 光头马桶特工这时说道 这不可能啊 没人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除非 有人从内部发送信号 这句话也对应了刚才在基地里铅笔机甲所说的 我找到他们的秘密庇护所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找到的 但我非常确定 这就是 铅笔机甲说 我不知道是怎么找到的 这是因为 有人匿名向他发送了信号 也就代表 马桶阵营或是人类村庄里 有一个内鬼 一个马桶特工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铅笔人给干掉了 光头马桶人对着铅笔人的活力全开 却完全伤害不了铅笔人 随后 来了更多马桶特工 但他们的出现 也没有扭转战局 毕竟铅笔人刀枪不入 只要受伤了 用铅笔画一画就能修复 但可以见到 有一个铅笔人被打中头部后就倒下了 这也揭发了铅笔人的弱点 就在他的头部 要把铅笔人杀掉 就只能攻击他们的头 不到一下子 所有的马桶特工都倒下了 一个人类拿着散弹枪攻击铅笔机甲 换来的却是被残忍的杀害 接下来 铅笔机甲说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 铅笔机甲认为这些人类是马桶人 而且他认为 这些人非常狡猾和危险 站在旁边的相机人 也捂住了嘴巴 看来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里会有人类 也完全没想到 铅笔机甲竟然会把他们残忍的给杀了 铅笔机甲 并令铅笔人把村庄里的人都给抓起来 这时候 所有人也开始惊化失措地逃跑 画面切入了一个人类的视角 他在逃跑的路上 见到一些人类的骸骨 而他们都被铅笔刺穿了 然后 他又看到一个人 被铅笔人当场用铅笔给杀掉 诡异的是 他眼中看到的这些场景 都是血红色的 目前 铅笔人还未展现出 他能够把人类融化成骸骨的能力 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人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但我认为 他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 并不是真实的 应该是他们陷入了某个人制造的幻境当中 这个人非常阴险 他要村庄里的人看到不真实的画面 让人类以为铅笔人 就是个冷血无情的杀人机器 这个人 或许就是刚才发送信号给铅笔机甲的那个人 毕竟 在铅笔人眼里 他只是想把那个男人带走 而那个男人 却把他看成了一个恶魔 这也让铅笔人非常的不解 不只是那个男人 在一个小孩眼里 他也是看到一个铅笔人 正在暴力虐待一个女人 而他看到的场景 周围也是血红色的 似乎在所有人类的眼里 铅笔人就像恶魔降临人间 准备把他们给屠杀殆尽 所有人都被带到了村庄外面的空地集合 铅笔人也命令这些人乖乖的配合蹲下 这时候 妈妈见到了躲在不远处的Bettony 她施以Bettony安静 不要让铅笔人发现 相机人这时也向铅笔人匕首画脚 似乎是在求情 要求铅笔人放过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类 接下来 铅笔人说的话 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看来铅笔机甲的确不知道人类是什么物种 因为他的资料库里并没有记载人类的资料 相机人继续向铅笔机甲解释 而铅笔机甲也露出了他最黑暗的一面 With respect, I disagree, frie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completely harmless in this world These human skibity toilets Weak or strong Children or adults To avoid probable problems in future 铅笔机甲会说出这样的话 主要还是因为他并不知道人类是什么物种 他只是个机器人 他所知道的 所做的一切 都是已经在后台编辑好的 他现在已经把人类和马桶人归类为同一个物种 他现在被编辑的程序 就是要消灭所有的马桶人 既然他认为人类和马桶人是同一物种 这就代表人类已经在他的猎杀名单里面 铅笔机甲拿起机枪 对人群疯狂的扫射 四周只听见人类传来的惨叫声 鲜血洒满了各处 相机人、铅笔人都不敢直视这残忍的一幕 而Bettony与父亲合照的照片也染上了鲜血 地球上最后一批性熟的人类也被彻底的消灭了 七号男子看着他和女儿的合照 很显然 当年发生的惨案 已经对他造成不可磨灭的阴影 现在的他 就一心只想着报仇 为他深爱的家人 报仇 现在把故事连接起来 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Billy对铅笔人会有那么大反应了 还记得第八季 相机人的新增镜头吗 到了今天 我终于看懂了这整个画面 相机人在梦中看到的并不是未来 而是过去铅笔机甲对人类的杀戮 到了今天 还对相机人造成不可磨灭的阴影 然后 照片中出现的对不起 也是相机人对整个村庄的人类惨死 而表达歉意 当然 大家都一直非常好奇 躲在被单里的那个小生物 我的解析 有猜测他是一个人类 人类小孩子 但是 这个小孩子 并不是相机人的孩子 而是七号男子的女儿 Bettony Bettony 并没有被铅笔人抓住 她躲起来逃过了一劫 或许是后来相机人发现了她 然后偷偷把她藏起来带回家饲养 这也说明 为什么Bettony不吃也不喝的原因 因为 她竟然和有份参与杀害她全村人的家伙 生活在一起 不过 有问题的 不是相机人 不是铅笔人 也不是铅笔机甲 而是那个在背后布局的人 她把人类村庄的位置 暴露给铅笔人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 在制造环境 让人类对铅笔人产生恐惧 又是为了什么 很明显 她是在挑起马桶人和铅笔人之间的战争 让他们互相残杀 这一个人是谁 她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现在也还不清楚 不过 她这么做 肯定有原因 就像艾伦发动地名踏平了80%的人类 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她的朋友 和帕拉底岛上的人民 她尝试过无数次的方法 却只有一个办法 能让她暂时换取人类数百年的和平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一件事 释出必有因 没有绝对的正义 或绝对的邪恶 只有为了自由 而不断奋斗的生命 相比起前几集 虽然故事总算有了一些头绪 但是 Domberg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也还没交代 比如相机人 为什么会特意拯救视角主角 他为什么拥有铅笔人的能力 未来大石中人 找上YouTubers 究竟是要改变什么 希望在后续剧情中 会补上这一个坑 今天就先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